Data清單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Data清單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先把游標移到正確的位置 就是0815是這一格 然後Data是A2這一格 好,然後開發人員以相對位置錄製 然後錄製聚集 好,假設這個是做什麼事呢? 這個就是做清單 清單 建立清單 所以我就直接寫一個 購物的清單 消費list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直接選 因為這是我做I 這是我做I這一欄 所以我直接點確定 然後接下來 我要先判斷這個有沒有內容 那等一下我們再改寫 用IF來改寫 那這邊呢 是不是先直接去做複製 複製完畢之後呢 回到Data這邊去做貼上 這邊貼完要往右移動一格 然後回到0815直播 這邊要往左邊移動幾格 好,往左邊移動到C2 然後往右選取 就是選這個範圍 去做什麼?貼上 先做複製 然後接下來到Data這邊去做貼上 那貼完了 貼完了 貼完了我要回到什麼地方 我要回到最左邊的下一格 所以我點一下HOME 就回到最左邊 然後移到下一格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這個0815這邊 是不是做完了? 做完了 我一樣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下面一格 就是說 我現在呢 我要去把這一格去收集資料 收集到Data裡 就這樣做 好 然後 我們就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就要 我再一次的就是逐步執行 讓你去了解一下 剛剛這邊做的內容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 簡單的說 就是 如果這一個 先不管有沒有內容 反正就是選到它 選到它之後呢 採用底下的複雜 複雜完畢之後到Data這邊 去做Data的 어때 см貼上 貼上完畢之後 這邊也要往右移動一格 接下來回到0815 現在游標所在這一格的左邊這幾格 去旋舉起來 然後一樣複雜 複雜完畢之後 回到什麼? 回到這個Data 直接做貼上 贴上去之后呢 这边要直接回到home的下一格 然后接下来 这个0815这边要点回来这个 i2 然后下一格 对不起 下面那一格 这样子把这个内容录制起来 好请你们先录制好这一段程式 谢谢